那么世界加 大家应该知道 世界加的字典比较多 大家一定要花时间 花时间 一定要花时间去理解 还好咱们马上又周六来了 对吧 周六来了 时间过得真快 那么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好周六 把它复习好 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 比如说今天我要做哪些 把任务给我安排好了 然后一点点去做 一定要有时间安排 不然的话忙得跟狗似的 结果发现什么事都没做 感觉上不是说真的 什么什么事都没做 就感觉啥什么事都没做的事 两个深有体会 OK 课程回顾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Const修饰成员函数 Const修饰成员函数 第六天 第六天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Const修饰成员函数 就是说我们用Const修饰成员函数 那么Const修饰成员函数 修饰到哪呢 它不是放在这个成员函数的左边 而是放在这个小括号的右边 像这个Const就叫修饰成员函数 那么Const修饰的 修饰成员函数呢 是修饰了X指针指向的内程区域 它修饰的是这个函数内部 X指针指向内程区域 成员函数体内呢 不可以修改本类中的任何普通成员 本类中的任何普通成员 任何中的普通成员 这就是Const修饰成员函数 我把这句话把它拿过来 Const修饰成员函数 字点1 Const修饰成员函数 修饰成员函数 它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描述 就是说Const修饰成员函数 其实它就描述的是 这个瑞士指针指向内程区域 说白了 就是成员函数内部 不可以修改本类中的任何普通成员变量 除非当这个普通成员变量 用Mutable修饰的时候 另外 这个咱们先别管 咱们先把这句话拿过来 两个给大家再一一的看 咱们先把这个拿过来 再一的去看就行了 OK 就说成员函数体内 不可以修改任何 本类中的任何成员变量 除非呢 是Mutable修饰 例外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Const修饰 它的形式长得怎么样 其实说白了就这样的 比如说Y的 什么MyFund 这个函数 它咱们不管有没有参数 然后这儿的函数体 我们先别管有没有 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位置加个Const修饰 就是说在小括号右边 这就叫修饰成员函数 这就叫修饰 Const 这个表示Const修饰的是成员函数 修饰的是成员函数 成员 成员函数 那么就说说白了就是函数内部 函数 函数内部 不能修改 修改什么呢 修改普通 普通什么呢 普通成员什么呢 普通成员 变量 什么例外呢 Mutable例外 Mutable修饰例外 OK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比如说我们class class 干嘛呢 data data 然后呢 去private private private 那么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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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public public公共的 public 这是基本的设计 然后呢 什么呢 data 定一个什么呢 无参的构造 就比如说无参的构造 这是无参的构造 seil out seil out 回归一下无参构造 我们一般呢 要做这么几件事 像无参构造 有参构造 对吧 data 这是有参构造 有参构造 比如说int data 这是什么呢 seil out seil out 什么呢 有参构造 有参构造 好 注意这个地方 大家看看 行参 行参和我们的这个成员名一样了 说复职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直接写data 等于data 这样呢 它会究竟原则 行参给行参复职 就更改不了我们的成员 成员变量 所以一般呢 我们喜欢在这儿了 就这时候用了我们的res 我要把这个data 付给res中的data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就是什么呢 什么呢 还有一个拷贝构造 拷贝构造 大家养成习惯 这先给他写上 又不吃饭的 他又不吃饭的 对吧 就写上 seil out 干嘛呢 拷贝 拷贝构造 拷贝构造 拷贝构造了 它怎么复制 就是res 这儿可以加res和不加res都可以 等于ob中的data 你看那边 说白了 这就是把ob这个对象的data 付给我当前这个对象的data res代表当前对象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什么叫cgo函数 cgo函数 cgo函数 就是我们类名称前面 叫波浪号 不能有什么 任何什么呢 任何什么呢 参数 任何参数也不能重载 就叫cgo函数 那么cgo函数 当一个类中 我们复习一下 当一个类中 没有指针成员的时候 cgo函数基本上没啥用 基本上 不能说没啥用 基本上不能起核心作用 说白了 就打一句话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类 那么这时候 这个类设计好了 过后了 我们看一下 Tes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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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时候 我们去干嘛呢 Test02 那么这时候 我们去干嘛呢 首先 第一个 我们去实力化一个对象 在这里实力化对象 Data 比如说Data Data 等于多少呢 等于我们的 算了吧 就是OB 别有Data OB对象 OB 对象呢 我给它100 给它100 那么给了一个100过后 它就会调用友餐 你看到没有 这是影视 实力化一个对象 那么干嘛呢 通过传了个参数 那么它会隐私的调用友餐构造 调用友餐构造 大家可以看看 它会调用一个友餐构造 OK 说友餐构造虚构 对吧 那么现在我想访问这个值 我想访问这个值 那么访问这个值 由于它是私有的 私有的就必须提供公有方法去访问 那么提供公有方法去访问的话 我就在这儿就访问 比如说 公有方法 比如说 wide myprint data 这个方法 那wide 去答应一下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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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this 中的 什么 打印这个对象中的 什么data 这儿也可以不给this 这儿完全可以 这儿 这儿完全可以干嘛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不会产生二维系 你就直接给data就行了 因为当前 这个data 它只能从成员中找 因为没有其他data 那你说两个字有data 这个data 它也只是这个范围 它只会找这个 所以说 写不写this都无所谓 你就算写成这个 它默认系统前面也有个this OK 那么这个就可以去 就可以去干嘛 我们去obe这个对象 看到没有 obe这个对象可以干嘛 就可以去干嘛 去抄 就是去干嘛 my 去打印这个数据 打印这个数据 OK 打印这个数据 那么打印这个数据 大家应该知道 当我们去打印这个数据的时候 大家看一看 我们是打印这个数据 这个函数 最好这是一个便利函数 便利成员的函数 那便利成员的函数 它肯定是不会去修改 不会去修改 不会去修改成员的值 是不会修改成员值的 因为通过这个函数名 我们应该知道 它是print data 那么它是一个干嘛呢 它是一个打印的动作 但是呢 你这样说 我们人知道 但是代码不一定 编辑器不知道 关键就是编辑器不知道 说这时候 如果你哪一天 你就过分 我就整个 整个多少 整个一万 一万 那这时候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这时候我明明出刷一百 但是我掉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掉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那怎么办了 是不是打印出一万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以前出刷的一百没用了 那梁哥 那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加const修饰行餐 但是这个函数 连行餐都没有啊 连行餐都没有啊 伙伴们 我这个函数连行餐都没有 这个连行餐都没有 那你怎么去 防止这句话去修改呢 防止它修改了 我们知道这个print函数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打印 不会修改 但是防不了 防不了其他人写代码乱写啊 他万一写到这里面 改了怎么办呢 参数 他有没有参数 你说有参数啊 以前的话 const什么呢 const data 什么什么 什么引用 这样呢 这const只读 只读的 只读的 那还可以不修改 但是现在它连参数都没有 它连参数都没有 你连const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种情况呢 世界家也考虑在内了 世界家考虑在内 就是说 如果 如果啊 如果啊 就说 如果干嘛呢 如果 如果你 你觉得这个函数啊 如果 函数 不会 更改 不会啊 你前面要明白 不会更改 成员 数据 那么 如果你不会更改成员 那么就让 编译器知道 就让啊 就让 编译器 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什么呢 const函数 啊 const函数 啊 那怎么让他知道呢 就加个const 这个加const 不是让我们用户知道 它是让编译器知道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去运行的时候看到没有 再去运行的时候 报错了 报错了 也就是说 在当前这个函数内 编器就会认为 你加了const修饰 就会认为 这个函数 不会动 什么呢 不会给我们的成员负质 不会给我们的成员负质 如果一旦出现负质 他直接报错 这就可以显示的告诉用户 哎 这个地方在负质上 你要不要改一改 要不要改一改 所以这个const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 前提是啊 你能保证这个函数 将来你写的这个函数 我pnate这个data不会修改 我就是打印的 那么建议 像这种情况 建议大家呢 建议大家呢 就要在前面加const修饰 const修饰 那这样做到好处是什么 让编译器知道 你这个函数不会动内容 不会动内容 所以这时候呢 就error报错了 你看到没有 error报错 error 说const修饰函数 修饰函数 函数 不能操作 操作什么 操作 成员 普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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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你看 它就更加的安全 安全性就更加高了 你看到没有 100 你这写了就直接报错 写了就直接报错 看到没有 它就这么好用 它这么好用 好了 它本身啊 本身就是这个好的思想 好的一个思想 这本身就是考虑 从安全出发而考虑 但是这家家呢 它就有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这家家想把这个事情 做得很完美 那么做得很完美的代价 就是各种各样的条条款款 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条条款款 它又想去打破 有的 比如说 我再来一个lumber 我再来一个lumber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lumber 两个 你不说了 这个函数吗 不能去修改成员数据 为了保证安全 但是有的人呢 他就要降 他就是个杠金 杠金 他杠什么呢 两个我就要在这个函数里 修改这个lumber 你咬我呀 我必须让你这个函数 修改我这个 怎么办 那么谁家家呢 也考虑到这种情况 也考虑到这种情况 好了 你看这样是肯定是改不了的 这样是搞不了的 因为他是对他修改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 如果本身这个函数 加抗似的目的 是让这个函数不修改 如果你要非要修改 某个成员 这是特殊了 一般很成员了 你非要让这个函数去修改 这时候呢 在前面加个mutable mutable mutable 那这时候呢 这个里面就可以修改 你看到没有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 通过 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就类似于 我好不容易 达到了一个标准安全的做法 你非要破坏我这个东西 对 就是它的作用 就是它 就是可修改的 就说这样呢 就是了 这样这是OK的 这个OK的是什么呢 mutable mutable 修饰的 mutable mutable 修饰的 成员变量除外 成员 修饰 修饰的 成员变量 变量 可以修改 可以修改 那么它呢 其实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 伙伴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一定要注意 其实我建议大家 对 就说为啥不把cancel去掉 这个 没有为啥 没有为啥 那你说 你把cancel去掉 你又可以修改data了 你把cancel去掉 它又可以修改data了 这种就像什么样 就像什么呢 又想做什么什么 又想立什么什么 排放那个意思一样 这个就是这个 他又想修改data 又不想 又想修改lumber 又不想修改data 所以他才会有这种需求 才会有这种需求 这纯粹的是语法 语法 大家了解一下 我给大家忠告是什么 忠告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会修改 那么加cancel 那么你的成员里面 少有这些东西 少有这些破坏 破坏 这种 这种规则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破坏 这个cancel的规则的 因为cancel的规则是什么 所有成员我不能修改 结果我非要修改整一个 但是我不修改data 两个我不修改data 我就修改这个lumber 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那行 那你就慢 这样 mutable修饰 mutable修饰 对吧 这对为当时的兔驴大师 想解决什么问题 对不对 OK 他语法就在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 记住什么呢 记住两个给大家做的这个笔记 这一点 cancel的修饰成员函数 cancel的修饰 这只能只向内存区域 成员函数不可以更改 本类的任何普通成员 mutable除外 其实记住这个就行了 我们以后写代码 我们以后写代码 那么加cancel的时候 少使用这个不就OK了吗 少使用这个不就OK了 但是讲概念的时候 那么还是要给大家 说明这个问题的 说明这个问题的 伙伴一定要注意 好了 那是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看 这是这个支点 这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 说说你看到没有高级语言 所有的高级语言都是这样的特性 什么叫高级 所谓的高级 说白了就是 让用户 就是用 变得特别的简单 用特别简单 你们知道什么是最大的代价 就是底层的封装 协调 各种各样的规则 条条款款 这是特别的麻烦 那有的会说 c元简单 或者说c元难 或者c元简单 其实你说c元难也行 c元简单也行 你们大家学过 c元发现没有 c元虽然说 它有很多指针 或者啥的 它基本按照一个固定的流程 或者明确的流程 咱们学下来就OK了 它没有像CIA加这样 以各种各样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东西 它的旁支细节特别少 c元旁支细节特别少 但是CIA加 旁支细节特别多 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它给你封装好了 它要想到用户的操作 那么就像说的 每个人 就是说 用户的操作千千万万的 它为了迎合大家的操作 那么肯定很多地方 需要来回的磨合 来回的修改 比如像这个 我不想改 用这个 但是我要想改的时候 用这个修饰 看到没有 这就是CIA加的 但是CIA加它有好处是什么 每个字典 它不像指针或者其他那样 特别的麻烦 特别麻烦 或者说不太理解 这是 不是那么困难 不是那么困难 它的知识点比较柔和 就是比较多而已 OK 那么这是这个 这是我们的 看